徐梓山自從去年拍完守護神之保險調查之後 已經很少在幕前出現 最近她和王祖南的經理人公司合約即將到期 梓山決定不再續約退出娛樂圈 近年積極進修的梓山修讀過多種課程 包括專業珠寶設計 以及彩色補石專業課程 以及香港大學的心理學碩士課程 說到飾影的原因 梓山透露因為平衡讀書和演藝工作 令她感到非常困難 而且相比之下她更希望專注學業 所以才會決定飾影 梓山早前已經變賣了香港資產 她之後會移居歐洲專心讀書 繼續修讀心理學博士課程 目前依然單身的梓山 也希望可以在那邊找到真名天子 2004年參加香港小姐競選入行的梓山 以大熱姿態成為四鳥冠軍 大家都心中有數 是…又是六號徐梓山小姐 No.6,Discate Choice 六號徐梓山,方年25歲 是市場統籌 她希望成為一個成功的表演藝術工作者 今晚她真的成功了 首先奪得修身美太獎 接著是國際親善小姐 再獲得最上鏡小姐 現在再贏冠軍 我為四喜臨門了 15年來演藝事業發展得順風順水 歌、影、時三方面都獲得不錯的成績 2005年她首次參與電視劇演出 之後有份參演的多部劇集 接連播出 包括女人吳易做、學景出更、舞動全成等 出色的演繹令她在2007年 TVB萬千聲輝頒獎典禮上 勇奪飛躍進步女藝圓獎 梓山在劇中的形象百變 演過不少令觀眾印象深刻的角色 拍劇分身演出的她 參演過的劇集 很多都有刺激的爆破以及動作場口 其中因為在神槍追擊 以及點金性手中的角色 多次力險依然安然無恙 在網上獲得不死紫山的封號 2012年紫山憑著雷亭素 讀終身世可憐的陳家碧 獲得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我最喜愛女角色獎 首次挑戰喜劇角色的紫山 在2013年的麥姓Lady中 和王子華的合作非常受到觀眾歡迎 令她第二次入圍 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最佳女主角最後五強 以及獲得星王無線電視大獎 2014的我最愛TVB電視女角色獎 2015年拍完《以和為貴》之後 紫山就開始減產讀書 紫山目前還有一套合拍時裝劇 和一套內地古裝劇還未播出 今年5月回內地拍古裝劇時 她還因為劇中造型的評價兩極分化 而成為熱話 很久沒拍過古裝劇 紫山都說這次的拍攝過程 非常難忘 很久沒拍古裝 我想也有七、八年了吧 最少 最少 其實我沒有計算 我印象中真的很久很久沒拍過 是的 你只有一個香港人 就是整個團隊 沒錯 整個製作只有我一個 是的 只有我香港人 其他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一個全內地的製作 所以以及我的造型 這個演戲的方法都要去適應 是的 你心不舒服 現在要做演戲 還可以的 因為天氣不是很熱 但是反而是轉變得很多 有時冷、有時熱、有時熱 但是整個製作裡面 譬如其他的演員 或者組織都很容易相處 所以都很舒服 歌影視三妻發展的紫山 2007年首次嘗試挑戰大銀幕 就憑著跟蹤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新演員獎 在2009年紫山也推出過一張唱片 同年她獲頒多個音樂獎項 包括2009年到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 最受歡迎新人獎金獎 紫山出道以來飛聞不算多 2004年和黎明拍廣告時 曾一度傳出飛聞 之後因為多次上載 和外籍男母Monny的合照 而傳出飛聞 但兩段關係都不了了之 今年2月初去園旅行返港的紫山 都表示自己的感情生活依然空白 你會不會有一個威風 沒有啊 太少了 你會不會有趣嗎 沒有啦 沒趣 很多人都會有趣 好啊 我會不會有趣 我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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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一點 她說之後就算重返娛樂圈 都只會從事幕後工作 不會復出幕前 但是現在的她 只希望可以專注學業 我們也在這裡為紫山送上祝福 祝她前程此感